嗨 朋友 我是玉子 你追劇是用手機還是用大電視呢? Guardi Peac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超級適合 兩人空間使用的一台音箱 Sony HT-AX7 分離式音箱 新的AX7出來的時候主打就兩件事情 電吸 劇院沉浸感 開開 噠噠 這是它的外盒 摸起來就超級無敵再生質的材質 完全就是一個環保的概念 打開來看一下 直合 蠻有質感的 然後再來是一個說明書 說明書可以當成蓋子 然後打開之後裡面就是它的一個Type-C的線 Type-C 對 Type-C 再來呢就是一個帶轉接頭的變壓器 也是用Type-C 然後最高可以支援到45網 那前面這邊呢也可以退下來 換上各種國家的轉接頭 這個很方便 拿起來 這密合的感覺很好耶 拿起來之後咧 就是這個音箱的本體 然後有左右兩顆 左右兩顆呢就是它的左右聲道 上面有寫Rear Left跟Rear Right 後跟右後的聲道 好 好 今年Sony又更在意這種有序環保的概念 所以好像它的外盒到上面的這個材質呢 都有強調它們是環保的材質 那摸起來的手感真的很好耶 看起來像樂高 就是一個方塊 然後上面兩顆圓球球 然後外面呢是這種網布的材質 彈性滿好 那中間呢這邊摸起來是像是細角 有點像是魷魚花枝的那種QQ軟軟的感覺 中間是電源鍵 再來是藍牙播放 然後音量的大小聲跟這個Souffie 那在中間這邊像文像挖杜杜的地方呢 就可以直接對應回去不用任何的角度 那單顆也可以單獨關閉 所以像這樣子把它放你的左右兩邊後面 OK 大概一公尺或一個手臂的距離呢 你就可以擁有環繞音效 那中間這個呢 就有點像是低音擔當的概念 當然它也有左右聲道 先放回來 好嗎 咚咚 OK好 它整個摸起來的手感其實都蠻好 再加上它有這個顏色水泥灰 我最喜歡的水泥灰 就很適合這種居家簡約的風格 那它的尺寸呢 就大概兩個手掌大 那重量拿起來呢 以這個體積大小我覺得很輕欸 然後官方呢 是說它兩公斤 這個單顆拿起來是296克 厚度的話 轉過來 這個側身拿的時候呢 厚度也很好拿起來 但是呢 小問題就是搬它的時候 你就是要整台這樣子搬 它沒有任何提拔手的設計 這個我就覺得有點煩 它的方便好攜帶本身 不是指你移動機子本體 是指你可以把家庭劇院這個概念 隨身帶著走 例如我今天想要就是 這個空間裡用手機或者是平板看電影 或帶出門錄影好了 分離式的音箱呢 就可以很好擺放在適合環繞的位置 不只是客廳有環繞的音響喔 我在外面 在床邊 我走到哪裡 哪裡就是家庭劇院 好 那等等來聽一下 我們先連接上它的藍牙5.2 我的手機 那特別的是呢 它的藍牙可以連接好幾個不同的裝置 無痛轉換 啥意思呢 就是誰在播放 它就連接誰 連接兩台裝置 手機先播 換成電腦 好 好 版權到這邊就可以了 很濕滑的切換 有沒有看到 那它有強大腿彗整的APP 可以直接從APP上面操作設定 我們直接打開它的APP 那這樣上面呢 就可以設定後置環繞音量 當然呢 這上面就可以直接調整你的音響的大小聲 跟語音模式 然後音場的話呢 就是要在你拿開兩個使用 它的環繞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個音場 音場可以自動設定開關 對 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還有他們家其他的產品的話呢 一樣可以透過這個APP來匯整 所以所有他們家的裝置呢 都是連接上Sony自己的這個 Home Entertainment Connect的APP 就可以來使用 好 好 那我們先裝在一起 體驗一下這個音響的感受 來播放一首歌聽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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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最重要還是要試試看它環繞音響的功能 所以呢 我現在要把它放在我的左邊跟右邊的後面 開開 好看 好看 但你說如果真的拿它跟A系列或者是BOSS那種家庭劇院音響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好意思沒得比啦 但你拿它跟這種騷擾要比的話 它就是真的有聲音從你後面傳進來 它要讓環繞音效這個概念讓你可以隨身攜帶 在變換不同的空間都可以有很好的沉浸感 例如我今天一個人出去旅行或者是我出去露營好了 我就可以戴上它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瞬間讓我的房間或者是我露營的帳篷變成像是家庭劇院一樣 那當然你要它扛個10幾瓶的那種大客廳確實是有點強人手帶 人家那麼小欸 好那說到這個帶出去它的續航力很強喔 它可以來到30個小時 然後而且就算你用完你快充了10分鐘 你還是可以扛一部電影的時間大概可以用2.5個小時左右 那再加一個用的我很喜歡就是你現在看它的喇叭它可以分離對不對 所以等於你可以把不同的這個喇叭放在你的房間啊客房啊或者是廚房裡面 你有朋友來的時候你就可以確定一整個空間的聲音是很一致的 然後我們來測看看它可以放在多遠不同的房間 好我現在播著音樂那我要開始走囉 Go 現在距離主機本體 有十步之遙 有十步之遙 把它再去第一個小房間看看 穿過了一個牆 我們到第一間 Check 目前聽起來沒有什麼斷斷續續 應該還行 下一間 喔喔喔喔喔開始斷了 你看 這可以從這一條大小生嗎 哇小可惜不行 噢喔喔喔喔喔 去下一間 看可不可以更遠 這樣目前是隔了三個房間 還是可以聽得到耶 有一點點微微斷 但可以喔可以耶 好我們回去 回來了 最後新的感想 用下來雖然音質稱不上超級高級 但是以物理音場還有環繞音效來說 沉浸感絕對是大加分的 尤其是開這種爽片打打沙沙 一瞬間我真的覺得攝影棚好像就是電影院 那我個人比起待在家裡的時間 其實更常外出旅行或是工作 所以就更常用手機平板看劇 勝過於用電視看 因此想要在任何一個地方擁有家庭劇院 這確實就是AX7可以給我的一個亮點 像這次我出門玩甩然後住飯店 我的床離廁所就有一長段距離 但是雖然飯店有影響 但它只有在床頭的時候有影響 那我那時候有一天想要泡澡的時候 就變成要從床頭放音樂很大聲 然後還要把浴室的門打開 我才可以在裡面聽到音樂 那早知道那時候我就應該要帶這顆出門 我就你看床頭放著 然後帶一顆進去浴室就好 那今天我進房間呢 把兩顆放在床頭旁邊 不論是我要突出或者是兩顆空間以下呢 都覺得更有氛圍 以上很棒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台 Sony AX7 分離適應賞 喜歡影片的話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留言在底下告訴我 你喜歡這次的分離適應賞嗎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是玉子 我們掰掰 嚇我一跳 怎麼會被嚇到